歡迎來到我們 我第一次來南投逛菜市場 我就找我們新朋友 歡迎我們的 阿伯好 我是一梯 一梯好 就是剛好在網路上看到你們 都是介紹北部的菜市場 那剛好我這邊也是阿伯出事 我也是以市場為主 所以我想說找你一起來 看一下我們中部的菜市場 跟你們北部的差異在哪裡 體驗一下不同的風景 今天要帶你吃菜市場給吃 等一下我有預定大概有 三餐四餐 要帶你去吃 好啊 那個都是我小時候的古早味 好 沒問題 我們出發 走 GO 北斗昏貴 它又跟一般的昏貴不一樣 顏色嗎 對 這個可以就直接吃 超Q 超像果凍的 一個給你吃 我也覺得很像一種東西 但我很怕講話會被打 像果凍 蛤 像果凍 像女生的衣服 我又吃了 你要講這個 真的很像 我到底打倒了 我到底打倒了 好來你嚐一下 是 一種 風貴的味道 這個應該算我們南投台有 這個MH不是MH 不要講完 我等一下擠起來 而且拜託也吃 大家都喝了 今天我要帶你買飲料 我沒有喝過冬瓜奶茶 然後我覺得 那一杯冬瓜奶茶 那一杯抄底 兩杯抄 老婆也超好 葱瓜甜奶吃這個茶 這個請你吃的 他很好看 你妹妹子 他沒的本心 你叫南投人嘛 好自在來買 喔謝謝 在逛個市場收到半隻雞啊 在南投都橫著走路耶 你真的出來都不用帶錢是不是 好猛喔 油雞 下面的 下面 什麼 喔這個 這個味道看起來很厲害 甘蔗 現在在想要怎麼 騙對他們 你好 你永遠送我這看著我 我有在看影片啊 你們只有雞而已嗎 鴨鵝都有啊 雞鴨鵝喔 這鴨鵝鵝啊 這鵝鵝鵝啊 好餓啦 這個就好 對啊謝謝 改天再來買 改天來請你啊 沒有改天來買 我真的來買 謝謝老闆 掰掰 掰掰 然後 我帶你們吃我們南投最有名的 南投椅麵 南投椅麵 真的 再見 今天要介紹我們南投椅麵 我要先把它攪拌 好啊 對啊 鴨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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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吃到講不出話啦 我有點忘記台北的椅麵 什麼樣子 台北椅麵是比較有名的耶 因為它是比較扁的 應該是說在外縣市 他們如果是椅麵的話 都會直接標榜南投椅麵 南投椅麵是做出椅麵的一個 廠方吧 對因為南投椅麵算是滿有名的在地美食 嗯 所以說到 有一種 肉香的味道 然後有甜甜的味道 可是它的味道 沒有那種 醬油會吃 鹹鹹蛋 微鹹跟鮮甜甜 肉香 那我要加點醬 它那種醬油加辣椒醬 重的 加醬油會更香耶 然後它要加太少了 再加魚蛋 我覺得豬皮是一個 很特別的東西 你看它就只有皮喔 它沒有下面那個油 它滷得很夠味的話 口感是 很好吃的 對 豬皮裹完以後 怎麼會呈現半痛的狀態啊 豬皮都很有 膠原蛋白 而且它又不油 很Q 它吃起來很像 還像 為什麼吃起來很像 蛤 皮皮是什麼都敢吃的人嗎 不是 有什麼不吃的嗎 豬皮 看我們的豬皮油 我點了一個都不吃的感覺 不是 不是 豬皮會有那個既定的感覺 是 吃起來整個會很油膩 但是我覺得剛剛吃 它整個就是很油膩 它吃起來 比豬腳 更有那個 嚼勁 嚼勁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反而是可以接受的 通常 通常 不吃豬皮 應該也不吃豬腸 我吃大腸 我吃大腸 有嚼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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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絲又有去腥皮鮮的感覺 有 我覺得它還有一個重要的就是 有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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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豆腐有沒有入味 吃豆腐就知道 有的豆腐是豆腐 醬汁是醬汁 對對對 就是它沒有嚼勁 它來不及 來不及爐它就賣回來 是這樣嗎 有嚼勁 對 它就是油豆腐 菜市場裡面的油豆腐 都是早上 他們直接現做 現做 然後就送來 他們還有羹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可能 你注意看它的羹 裡面有加菜魚 我們順便來試一下 趕快那個 你吃雞嗎 你現在吃什麼 都會覺得你吃豆腐嗎 有好吃 加皮很香 另外一個 不一樣的 這比較嫩 又油又香 它的肉質還比較像是 一絲一絲的口感 可是這個的肉就是 快快 真的是很香 要不要去找燒餅油條 但是我可能要衡量一下我胃的空間 我現在要稍微挪一下 我們到了 它全部都是同半價 就每一個都炒過 四個都很便宜 好 那我們早餐做吧 然後 經常在外面不會吃到 蛋餅 餅裡面放那麼多蔥 所以我剛才 感覺有點懷疑 可是它真的很香 蔥的香氣 自由 而且它皮超Q 跟外面又是不一樣的蛋餅 南投這邊跟北部最大的差異 就是 它真的很實惠耶 今天跟你介紹的這幾盤 都是平常我自己會來吃的 平常你會來吃的 真的在地人推薦嗎 對 阿妹我看你的Youtube 你為什麼都做跟市場相關的影片呢 因為小時候就是都會跟爸爸媽媽去逛菜市場 晚上去逛夜市 可是下午就去黃市場買東西 我就想 欸 這些一彩好像是 比較沒有人去觸碰 那我就想說 那我拍看看 然後看大家 反應怎麼樣 對啊 就做看看啦 阿伯今天跟你上次 我覺得你也超有親合理的 而且整個那種粉絲 這樣出來跟你打招呼 他們都可以這樣開 你真的是南投去的紅人 我比較不擅長跟女生講話 這我必須承認 沒關係 我也不太像女生 我跟你說他什麼時候會比較順暢跟女生講話 他喝酒的時候就很順暢跟女生講話 然後看你的聰明 工作很順喔 嗯 因為他不是女生啊 不是女生啊 已經認識了一段時間了 我太熟了 所以該知道的你知道不該知道 你都知道了 你知道什麼不該知道的 所以我感覺那個人 阿伯你說你不太會跟女生聊天 對啊 跟女生最快變清淨的方式 就是給大家吃東西 因為你也可以分享你吃這個東西的經驗 然後他聽完以後就覺得 哇他真的覺得很棒很聰明 然後 對啊好像可以 可以 對不對 今天我就是阿伯第一位阿靖的對象 對 對 對 真的喔 這樣很緊張嗎 緊張 以前很久沒有女生跟我出門 我們已經吃了這麼多攤了 你還會緊張喔 還是會有一點 摩子 我介紹一下我會叫阿俊 我叫阿俊 那大家會叫你俊哥嗎 我叫戰神俊 戰神俊 那就是因為有某一些很強的特質 我叫我戰神俊 就以前我們玩摩托車 北部的朋友跟南部的朋友 他們都會直接打電話說 欸我們明天要進來 有時候他們在台北 我就從台中進去台北 說走就走的 戰神 喔原來是這樣 你知道我會比較隱密嗎 對 我一開始在舞團練習的時候 因為我每天要做體重管理 然後那台精細是可以測體脂 可是那時候我體內脂肪測不出來 所以他們就說 欸那你體內脂肪測不可能沒有脂肪測是空的 那你就是外型的 那你就是外型的 你知道 其實我本身是因為 我會講話 我的不語比較偏向是 就是閉著嘴巴講話 閉著眼睛講話 閉著眼睛講話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阿 我也可以 我要來自我介紹囉 他聲音不會出來 可是在他嘴巴裡面 那我知道為什麼他們講不語的 都會把麥克風放在旁邊 所以他是用喉嚨 你是用肚子 是用肚子 然後你講話的時候你先 好那我們謝謝今天 一提來我的頻道這邊 然後我想問就是 這三盤你都滿意嗎 一餐餐都是 你覺得好吃嗎 好吃 除了豬皮以外 豬皮也好吃 豬皮也好吃 真的是顛簸我想看到 我覺得 北部跟南部 東南部這邊的 傳統市場 我覺得最大的差異就是 這邊的馬路真的超級寬 然後整條 傳統市場 超大 整個的感覺 從那邊走過去 很長 覺得會走不完 這邊的感覺路更寬 人更多也更熱鬧 所以也更有親和力對不對 真的有感覺到 而且最大差異真的就是 真的有什麼什麼在這邊逛 會不會怕CP值不夠高 我們應該是說 很多北部的朋友下來 吃東西 或者是買歐洲 哇 你們這裡 人會沒問題 對啊 想都不敢想 好 那你要不要宣傳一下 你們的頻道 好 我是來自 正根怎麼賣的一提 然後我們的頻道資訊 可能會在某一個地方 下方連結 好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頻道 也就是阿伯 還有IG IG也麻煩放在下面的連結 謝謝 然後記得訂閱我們的阿伯出事 好不好訂閱起來 然後他們頻道也幫我訂閱起來 好不好 謝謝 掰掰 謝謝阿伯掰掰 我要說 我其實是一個香菜控 我超愛吃香菜 好啦 但其實不多 我超喜歡香菜 但我香菜控 是香菜靈魂 香菜控 大家吃過 哈哈哈哈 可以打開嗎